政府說第二期消費券向市場投放130億 連同第一期消費券合共投放330億 預計為經濟增長帶來0.6%的體震作用 小商戶是佔多些 暑假除了旅遊旺季外 都是一個本地消費的旺季 亦有很多不同的活動會在暑假推出 我們相信對消費券在這段時間推出 對本地消費都有一定的幫助